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專輯之外 廣告代言揭不完 這家動笑 劈腿這樣 劈腿啊 我劈腿 扮演武俠小說中的白美英王 代言電玩廣告 形象還沒有受到遷阻案影響之前 還出過書 奉勸誤入歧途的青少年 我不要像我之前一樣虛度光陰 其實我看到那些小孩子 我都很想打他 你知道嗎 可是我怕打得會出事情 張志佳看不慣那些俏家 涉毒犯法的青少年 曾經出書以自身的經歷 判他們浪子回頭 而站在高點的他 2003年在臺中舉辦婚宴 排場十足 當時日本職棒的大咖球星松板大甫 也跟十幾位習武師的隊友 特別來臺參加 看似走向人生勝利組 但2009年 張志佳卻因為涉及遷阻案 轉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假球案的陰影之下 他被逐出球界 沉寂了一段時間 過程當中也不是沒想過重新振作 因為炒菜當剛開始覺得說 應該隨便炒一炒就好了吧 對 可是一進來以後就才知道說 原來要炒的好吃不是那麼簡單 對 2013年4月張志佳穿上廚師服 到鐵板燒店當學徒 儘管想要虛心學習 但後來卻不了了之 同一年的二月還傳出開車撞上大學生 肇事逃逸 被一公共危險罪起訴 撫勞役1104個小時抵18萬元的罰金 球場之外的新聞畫面 見證他的大起大落 也留下令棒球迷感嘆的人生歷程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張新聞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